大家好,歡迎回到 Day 255 烏克蘭晚間戰報 今天是 11 月 5 日,我們節目主持 Larry, 大家好 說到今天,當然會有一定消息,其中一個包括捷克有一定數量的坦克供應 現在會供應去到烏克蘭的前線 這件事固然好,但其實在後方亦有一定努力的情況出現 包括整件事不是只有捷克在這裏 即是我們說到捷克將會交付T72B的坦克 其實中間有美國和荷蘭的身影 一起幫忙將這些坦克再在後期做一些upgrade 先涉到美國和荷蘭的資金和一些技術 即是我們說,這90架比較新的T72B 真是一個比較強的裝甲作戰能力交付給烏克蘭 整個交易總共用了9000萬美元去處理 也是回應主要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持續侵略 亦都要支持烏克蘭武裝部隊 即是你這麼厲害,可以捍衛到你的主權而努力 相當之英勇作戰 所以這也是美國和北約的盟軍能夠支持烏克蘭這部分 當然,9000萬美元的交易 我們很難知道,包括美國和荷蘭捷克三方面 究竟大家分享多少 即是會不會是美國3000,荷蘭3000,捷克3000萬 看的勢就不像,美國一定是大份 老實說,美國沒有7000到6000,即是大家的看法 所以我也相信,整件事上,美國一定是出了不少力 老實,我們看看這三方,包括美國、荷蘭、捷克 三個政府都表示 首先,這批T72B的坦克 因為它本身是來自捷克的一個庫存 也算是1980年代上世紀 捷克自己的國防工業產品和庫存 我們看看捷克那邊的國防部 也不算是現在最新的坦克 也不算是現役捷克的坦克 所以如果這一批坦克交付給烏克蘭 其實它也不算是會影響到捷克 現在陸軍的力量和部署 所以如果在庫存 即是一批坦克的坦克 即是一批坦克的坦克 即是只有劑 你可以撇賬,不要這批坦克 其實隨便有精 甚至乎會不會有些隱形的條款 我們看不到就是你送了一些坦克出來 會有其他好處位呢? 即是我們經常都說 包括會不會德國佬也在這個情況下 會給你一點點好處呢? 我們看不到今次有德國的新營 我們看報道有美國荷蘭的捷克 有些說連德國也在內 然後他會給少少的炮耳 Lepartu的A4也好 當然將來更順利 所以我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不過如果這個報道也不牽涉到德國 除非接下來有些新的資訊加入 就說連德國也在內 否則仍然是這三方的情況 捷克他們自己本身是用T72M 一個升級版 他們之前北約的制式有改 也算是T72A的版本 反而規格上是一半 不過當然改裝後 火控系統、裝甲、通訊 用回北約的情況 這些當然會提升 甚至人群也有提升過 我們也說回今次美國和荷蘭 他們似乎用的不是T72A 而是T72B T72B 當然會比以往 舊蘇聯用的坦克更好 火控系統更好 裝甲更厚 本身的1.25毫米主炮 也要有一個穩定系統 如果大家不明白 就是泥炮2 或很多新的坦克 如果你放一瓶啤酒 放一瓶啤酒 它在走一路發射 基本上轉來轉去 它都不會搓 它是很漂亮的 即是我們說Fight on the run 一路走一路發射 因為它要有一個很厲害的Stabilizer 無論坦克點召 主炮的系統都相當水平穩定 並不影響火炮發射時的穩定性 無論你穿甲彈 發射時才會有一個穩定的軌跡 去攻擊對方的裝甲系統 即目標 這些穩定系統很重要 升級之後 馬力亦到達840匹 即是加強了 比傳統700多匹 即是T72 我印象是720匹 升級到達840匹 明顯 你見整個推重比 就會增加了不少 講話 T72B 如果在80年代 都算是很先進的 首先一輛三人組合的一輛車 42東重 它和美國的坦克 即是當時60多噸 英國的差不多60-70噸 那些坦克真的不同 即是輕巧的坦克 面對地形的推進上來說 算是一個很靈活快捷的坦克 亦是俄羅斯傳統陸軍的戰術 即是大家一齊整堆坦克 即是死區的感覺 大平原作戰會超好 前面的裝甲儘量做厚 即是硬食 其他地方比較薄弱 去到2022年 其實T72B 都是烏克蘭暫時用到坦克的情況 如果現在在捷克那邊 他們的技術可更改裝 這些T72B的光學系統 尤其是在夜市裝備上 再做好一點 烏克蘭武裝部隊 實際上坦克會更好 現在我們說到烏克蘭的坦克 起碼有三分之一的坦克 他們正在使用T72系列 算是不少 因為現在烏克蘭部隊 它應該有2000至2500部坦克 起碼有三分之一是不同類型的T72 亦都可能 未包之前我們說過 波蘭或者其他地區 去供應的T72 再加上他們本身在俄羅斯 在這裏呼獲了不少的T72 也有幾百架 所以這樣算下去 他們有T80 有T64 有T72 有好幾個系列 偷雞又偷了少少少T90 有一兩架左右 T90是被烏克蘭最後呼獲了 烏克蘭在這8個月的戰鬥裡 始終都有損失坦克 損失了大約350架坦克左右 50架是T72 當中大概有20架是T72B 所以這次的填充 絕對比之前損失的T72B 算是多了 當然有一個好幸的地方 就是在於烏克蘭也把俄羅斯坦克化為烏有 真的用很多拖拉機 當時把俄羅斯在遺棄的坦克拿回去 經過整修後 便能夠再次動用俄羅斯軍隊的T72B3 所以可以用得到 所以其實都頗高 某程度上在俄羅斯獲得的坦克 就更多於波蘭、捷克等地方的坦克 當然我們看到其他盟友 包括波蘭等 或者他們都提供了270架的T72M T72M大部分都來自波蘭 亦都有M55S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來自斯諾文尼亞的坦克 我們好像之前也有說過 很早 他那隻坦克當然是很舊式 但他裡面 無論是光學系統、火控、工訊系統 全部都是更新的 所以用起來 又不是那麼頑固 沒有那麼差 在前線老實都頗好 如果遇上俄羅斯的T62M 那當然就更加好處 T62M理論上 俄羅斯可能在前線都開始有些使用 也不奇怪 他們坦克來說都開始緊張 Anyway 我們見這次三方交易 即美國荷蘭和捷克 大家一起付錢 把90架T72B放給烏克蘭 其實都是提升了烏克蘭的坦克質素 不過最幫助烏克蘭的 其實是俄羅斯 烏克蘭在戰場上 各方都繳獲了500架T62、T72、T80 甚至少量的T90 真的挺好笑的 主要其中一個就是哈爾科夫戰役 哈爾科夫戰役 哈爾科夫戰役 真的繳獲了差不多200架T 真是很誇張的 你見到他們邊戰邊退 即是那種倉皇撤退的感覺 你只要脫鏈做少少事 他不維修就馬上離開 這個真是去到風升學雷 草木雞丁 大家就明白 當時肥水之戰的時候 正是借安 真是很厲害 怎樣去指揮那隊部隊 打到別人見到都害怕 不過我們也要想 就是烏克蘭 接下來有這些新的T72B 究竟他們會怎樣去使用 因為前線是需要坦克去做推進 後面又需要有裝甲車 即將你的士兵圓圓不絕運上戰場 現在我們說到T72B 首先如果捷克他們的T72B 理論上可以把之前烏克蘭已經損失的T72B 再補充 另外烏克蘭軍隊可以選擇 如果現在有90架坦克 就將它做三個坦克型 每個坦克型大約30架坦克 這算是前蘇聯的編制 大概24至30架坦克 做一個坦克型 可以這樣 可以分配給中型類 甚至輕型類 讓他們可以做一些火力的支援 增加中型類或輕型類的火力 或裝甲性的防衛 又或者你也可以嘗試 給烏克蘭增建一個坦克類 三個型是一個女 有90個坦克 裡面有三個型 一致過 就不是分開三個地方三個型 三個型放在同一個地方 有沒有地方需要這樣做呢? 例如烏冬、烏南等 我相信這個可能性就不一般 這個可能性不算特別高 始終我相信彈克應該會把它拆 可能哪些地方不夠 就盡量先補充下去 機會我認為會大些 甚至乎有沒有機會 將30架坦克 放在一些前線的地區 你說如果巴赫沒有 有什麼必要呢? 放在前線坦克那裡 面對著 我們說華納集團的時候 有向前推阿夫迪夫卡 或者擠上Sparatov Cramina那邊去推 這個我們再看 始終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這個都是好事 有個彈性 都可以提供到 給烏克蘭 他們的前線部隊 想怎樣去推 都相當方便 這個就是我們說 美國荷蘭捷克 相當一個不錯的情況 三個國家聯手 向烏克蘭提供 整個旅 很厲害的90架坦克 這個其實是 一個非常好消息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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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